民国梦与民国 第一步 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 第十章 痛 另类帝国解析 巴里桥之战的另一个结果是沙俄帝国实现了一个两百年的美梦 英法在北京放火时 沙俄正在动刀子 英法美要钱 想赚钱 抢钱 沙俄要割肉 从外部毁灭清帝国的强力因素有三个 一是因为自身进化而文明基因突变 转变成海洋思维的英帝国 二是传统思维的沙俄帝国是最原始的怪兽 进化了但文明基因未变 三是新崛起的日本 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基因突变 综合近代史 沙俄对清帝国的伤害和日本不相上下 胜过英国 要理解沙俄的可怕 必须先了解原始的帝国思维 翻开历史 看看地图 中华帝国王朝更迭之际 欧亚大陆上一直并行存在着另类帝国 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 罗马帝国 百战亭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他们全部特征鲜明 帝国特征之一 武力 因为帝国都是很霸道的 经常扇别人耳光 看看当今美国就知道 没有强大的武力就不要往帝国上面扯 否则会被人扇耳光 帝国特征之二 领土 既然是帝国 必须有足够大的领土 但丸之地也去称帝国 不好意思 还是关上门糊弄自己比较好 帝国特征之三 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对领土近乎贪婪的需求 帝国是吸血鬼 土地是血液 吸血鬼要生存 离不开血液 最后无法吸血时 便烟消云散 骨头渣都不剩 他们和中华帝国并无直接关系 唯一把东西方联系起来的是蒙古帝国 蒙古人把冷兵器帝国推向极致 打造出欧亚大陆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庞然大物 正因如此 蒙古帝国注定是个短命的帝国 因为蒙古人太少了 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别想管得过来 如果问沙俄帝国和中华帝国有何不同 首先要问斯拉夫民族和汉族有何不同 答案 斯拉夫民族太年轻 太冲动 太调悍 太是血 汉族太老 太是故 缺血性 但斯拉夫人和女真人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均兴盛于苦寒之地 野蛮 残忍 战斗力强 蒙古人嚣张的年代 打残了很多民族 在东亚打残了女真人 在东欧打残了斯拉夫人 随后 女真人退到极寒之地 外东北 斯拉夫人从基辅迁徙到荒凉的莫斯科 随后 蒙古帝国崩溃 斯拉夫人和女真人分别从东亚和东欧崛起 1547年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建立沙俄 70年后 努尔哈赤在沈阳建立后金 1911年 满清灭亡 6年后 沙俄灭亡 粗鲁野蛮的女真人 在征服杀戮的过程中融入中华文明 同样粗鲁野蛮的斯拉夫人 在扩张的过程中皈依东正教 基督教三具投掷中 东正教和天主教分家之后 专注于精神领域 对世俗干预较少 但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东正教一直在伊斯兰教的压力下苟延残喘 直到沙俄崛起 方才找到新载体 随着沙俄击败土耳其的次数增加而增强 沙俄刚诞生那会儿是野蛮残忍的农奴制帝国 与之前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 蒙古帝国没啥区别 他别的本事没有 打仗性 南面跟奥斯曼图尔其塔 西面跟瑞典塔 东边越过乌拉尔山之后 是一望无际的末北 原本是匈奴突厥 蒙古战败后的出没之地 任挺他占领 正常情况下 过一段时间之后 帝国自己就会消亡衰败 分裂 严消云散 但是不正常的情况出现了 壮汉彼得改变了沙俄的历史走向 彼时 清帝国进入康熙时代 壮汉彼得 彼得于1672年生于莫斯科 比康熙年轻八岁 彼得死于1725年 康熙死于1722年 和康熙一样 他通过一系列残酷竞争 方才大权独揽 和康熙一样 他精力充沛 作风果敢 雄心勃勃 康熙开创了中华帝国史上 最后一个盛世 彼得用改革改变了沙俄 康熙依靠简族简西 开垦耕地 推广新物种 开创盛世 彼得的改革通过私访欧洲来完成 私下去荷兰东印度公司 练习船只操作技术 去英国造船厂学造船技术 走访了工厂 技校 博物馆 军火库 去德国学过射击 这些在中国领导人看来 都是雕虫小技 都是小事 俄国很多人都搞不懂彼得 好好的皇帝不干 干嘛出去到处跑呢 不务正业吗 彼得心想 老子要改变 彼得跑了一圈 学的东西 恰好是当时新兴工业技术的精华 回来就开始组建海军 尽管当时沙俄看起来还是内陆国家 他却敏锐地看到了 时代的走势 没有海军是不行的 清帝国在两百年之后 才重视这个问题 建海军只是第一步 彼得要加强中央集权 把大权抓在手 不仅如此 他连生活习俗都不放过 沙俄权贵 原本喜欢穿长袍 留大胡子 以为那样很体面很潇洒 彼得晃动着庞大的身躯 挥舞着硕大的拳头教导大家 把胡子剃掉 袍子换成西装 不然我会收拾你们 不想剃胡子也可以 那就拿钱买 每年要交一百卢布的胡子税 这个数额不大 大家都掏得起 彼得又规定 光交钱不行 还要把正负发放的小牌牌挂在脖子上 类似于狗牌那种 表示你情愿交钱不刮胡子 那就类似于侮辱了 对比大清剃发一服 简直是天地之差 彼得改变的太多 引起很多反对者 从贵族到政界高人 到教会长老都在小声嘀咕 咱们的皇帝到外面跑了一圈 回来就变了一个样 是不是被敌人洗脑了 还是脑袋出了问题 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搞灭亡的 怎么办 没办法了 造反 造反阵容非常庞大 包括彼得的王后和太子 彼得很生气 也很痛苦 一番苦思之后 祭出帝王的法宝 杀 首先拿皇太子开讨 儿子 对不起了 为了帝国事业 只有把你淘汰 不是老爹残忍 实在是你太愚昧 不是天不佑你 是你违背了天意 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 或者来生 明白这个道理 彼得没有杀掉皇后 而是用了更绝的一招 离婚 从私情上看 彼得残忍而不尽人情 但是从功力上看 彼得的一番动作 彻底改变了沙俄 松散的帝国 进一步中央集权 避免了传统帝国 如波斯帝国 蒙古帝国 昙花一现的悲剧 所谓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当彼得在干这些事的时候 康熙正在教化国人当顺民 拿帝国财力修建圆明园 彼得的目标 是把沙俄从内陆国家 变成海洋国家 权贵们讨论 沙俄必须具备 哪些必不可少的海岸据点 彼得拿他那熊掌般的大手 指了指地图 陈生约 黑龙将入海口 但是彼得向东扩张 并不顺利 被康熙挡住了 康熙时代的大清帝国 各方面 均胜于沙俄帝国 彼得死后 沙皇王位 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地方 他在彼得 平庸老婆 凿死孙子 寡妇执女 未婚女儿 颓废肩脑残的外孙的屁股下 转了一圈 最后 转到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屁股下 他是沙俄版的武则天 两个女人虽然前后相差上千年 总横相差几千里 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武则天可以为了皇位 毫不犹豫地弄死自己的孩子 叶卡特琳娜二世弄死孩子 他爹时 眼睛都没眨一下 更为神奇的是 两位在风流艳势上都极为相似 但是必须承认 他们的专长是治国 武则天继承了李世民的一封 叶卡特琳娜二世 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 经过数次土耳其战争 沙俄不仅霸占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 还强占克里米亚 打通黑海出海口 今天的俄罗斯 为何要吞并克里米亚 因为没了克里米亚 俄罗斯在欧洲 就会成为内陆国家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梦想 在西面 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在东面制服清帝国 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因为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 国力依然强于沙俄帝国 他死于1796年 那一年乾隆退位 清帝国由胜转衰 乾隆也是一位大略雄才的人物 但是乾隆之后 在极端专制的制度下 爱心觉罗家的男人开始退化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孙子继续勇猛 他就是打败拿破仑的 杀黄尼古拉一世 他继续杀俄的吸血政策 把上一代吸血鬼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吸得摇摇欲坠 杀俄在土耳其的胃口太大 西边英法两国都看不下去了 联手支援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击败沙俄 随后去东方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败的尼古拉一世 大受打击 死了 据说是自杀 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 也是牛人 有多牛呢 直接废除农奴制 不论是谁 废除农奴制 都是解放了一大批人 值得肯定 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 都没敢干的事 他干了 他的手笔 堪比林肯在南北战争的表现 赞一个 不仅如此 此军还想更进一步 搞君主力限制 结果 布子卖得太大 自己被暗杀了 如果清帝国能有如此魄力的君王 道光或者咸丰敢于如此力度改革 说不定咱们现在还是君主力限了 应该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歌功颂的吗 当然不是 作为中国人 最多对他消除农奴制的行为 表示一下尊重 因为他是满清三大苦主之一 比英维多利亚女王和日明治天皇 对清帝国的伤害更大 即使放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上 就对中国的伤害而言 除了臭名昭著 且邪恶无耻的裕人天皇 就是这位老兄了 他一口气挥出三刀 让国人痛到现在 第一刀 爱辉条约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 新上台的亚历山大二世 认识到在西方很难扩张了 想要维护帝国的吸血特性 必须从东方寻找血液来源 而此时 清帝国已经被太平天国折腾到筋疲力尽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打之后 英法从海上进攻东南 当时的沙俄刚刚战败 却也厚着脸皮跟英法调停 如果说美国老调停是想利益均分 那么沙俄完全是另有图谋 他们想要完成彼得大帝时代的宏愿 争夺远东出海口 而俄国老爷很走运 碰到一个爱新觉罗家族的集体男人 就是厚颜无耻的满清种族主义者 义山 此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堪称灾难 但咸丰上台后 义山竟然捞到了伊犁将军的差事 1851年 他跟沙俄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 当时太平天国还没闹开 这样一个卖国的诺夫却在五年之后 从伊犁将军变成黑龙江将军 在新岗位上继续进行卖国事业 一跃成为满清王室有史以来的第二号卖国贼 义山的卖国行为成就了另外一个俄国老 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岳夫 现在这个人的头像映在最大面值的卢布上 因为他不用一枪一弹就帮助沙俄拿下了太平洋出海口 完成了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梦想 义山和义兴两兄弟成为可悲的悲剧 1858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 穆拉维岳夫告诉义山 俺们俄国人打算帮助你们防备英国老 但是中俄两国必须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重新划分贬解 穆拉维岳夫挥舞着拳头 吓得义山脸色苍白 小心脏砰砰乱跳 全然忘了沙俄刚刚被英国揍得很难看 竟然私下和穆拉维岳夫签订了爱辉条约 想那义山在中国也是王爷 对老百姓牛气轰轰 结果一看见俄国大汉 立马变身小女子 还有受孽倾向 一边颤抖一边现身 爱辉条约一共只有三条 第一条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 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归俄国 第二条 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枯叶岛在内 原本属于中国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划为中俄共管 第三条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条原本中国的河流 只允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时间是1858年5月28号 那个条约一下子让俄国的势力挺进到黑龙江流域 那是大清历史上大规模丢失土地的开端 随后沙俄大规模侵占北方 法国老也试图从明朝的安南省 清朝的附属国越南入侵中国 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 进入东北 一直坚持到1945年 当初割让一个香港岛 到光皇帝还心疼老半天 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比大不列颠群岛或日本岛都大 懦弱的咸丰心疼得不得了 直接不承认 并且把一山割指 其实应该杀掉胃口 灭门也可以 朱连就不用了 那样会把爱心觉落家族杀光 他们是不会自己杀自己的 第二刀北京条约 俄国老也知道 爱辉条约不靠谱 就想办法让他靠谱 最好的办法就是逼迫清政府承认 方法有两种 粗野的和狡猾的 所谓粗野的 就是使用武力 那显然是不可取的 沙俄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 尚待恢复元气 而且他和欧洲所有邻国 基本上都有战争 都有领土纷争 不可能像东方大规模用兵 即使有兵可用 也要先把兵马粮草 从欧洲运输到万里之外的东亚 而且交通不便 天气寒冷 成本极高 不合算 后来的日俄战争中 沙俄有了外东北为基地 打到最后架不住了 就是因为离他的核心地段太远 后勤跟不上 所谓狡猾的手段 就是耍心眼 不禁很纳闷 粗壮的大汉能有多少心眼 达约 很多 而且贼狡猾 爱心觉罗家族的男人 原本也是凶狠又狡猾的 看看努尔哈赤 黄太奇 多尔滚等人 身体和脑袋都很凶猛 但入关当了大爷 有了特权之后 种族就退化了 俄国老认为有机可乘 英法联手火烧元明园 咸丰出逃 北京成了一个烂摊子 由咸丰皇帝的弟弟 人称鬼子六的一心负责 一心虽然是后来洋务运动的领袖 但是在对外的战略眼光上 和一山半斤八两 竟然想到了一个开门一道的办法 急匆匆请俄国老调停 不见纳闷 亲爱的鬼子六先生 你都准备无条件接受英法的所有条件了 还找俄国老调停个啥 好比一个人准备下跪了 还要找一个见证人在旁边看 犯件 即使犯件也找美国老呗 美国老在地球另一端 内战即将开打 不可能跑过来占中国的地盘 明知道 俄国老就是想来占地盘 还要往枪口上撞 如果你脑瓜子稍微灵活一点 还有一点你祖先的狡猾和凶猛 应该把那些可能被俄国老占据的地方 开放给英法得了 即使租借也行 让他们狗咬狗去 不会是因为他们在北京放把火 就把你脑袋烧坏了吧 沙俄当时在世界上有很多敌人 特别是英国 沙俄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 担心英国抢劫 同样是亚历山大二世 把17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 以72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美国人 那是世界土地交易史上 最大的一笔交易 平均单价每英亩二分钱 如果一心多动点脑子 多读点书 就会聪明一点 虽然他在爱新觉罗家族中 已经算杰出人才了 但脑容量依然不够大 挤两股还是不够硬 想想康熙和乾隆 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 才解决新疆 不觉得羞愧们一心 十几年之后 更加衰弱的清朝 面对已经宣布独立 且获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承认的新疆 左宗棠 太关西行 重新把新疆纳入版图 不觉得羞愧们 一心 怎么解释 一心的脑残行为呢 请看一个事例 一个女人清帝国 被两个恶汉英法脱光衣服强奸 另一个恶汉俄国佬 也想发泄一把 苦于没有机会 正像发情的公狗一样 在外围团团转 那女人则主动 把另外一个恶汉俄国佬 拉到身边说 求求你 让他们快点停下来 那恶汉就说 可以 不过你得先满足了俺的欲望 女人说 行 赠送那恶汉 一次额外强奸的机会 赠送完毕 再让先前两位恶汉 继续强奸 那就是一心干的好事 这样一来 正好杀俄趁机索要条件 一心迫于压力 只好代表清政府承认了爱辉条约的合法性 而且另外签订了一个中俄北京条约 时间是1860年11月14号 中俄北京条约一共五条 实际上只有一条 就是割让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叶岛在内原本属于中国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 在之前的爱辉条约中 那片地方还是中俄共管呢 这样一来 原本属于中国内核的黑龙江成了国际河流 这样一来 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 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上千里的海岸线成了沙俄的地盘 那片地方就是外东北 中华文明史上 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血脉的一部分 唐帝国曾经在那里设立都督府 之后 那里成为辽帝国 金帝国 元帝国的地盘 女真人就是从那里崛起的 那里为龙兴之地东北的一部分 而条约致使中国失去了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 憋屈 那里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70% 也就是说 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70万平方公里都是木材 而且是原始森林 上等木料 至于地下资源 谁也不知道有多少 那里有丰富的淡水资源 也许现在还不是特别明显 有朝一日水资源匮乏 那里将变成民族的命脉所在 如果说资源问题还是小事 那么看看战略价值吧 俄国占领外东北 相当于在远东有了出海口 英国为了在海洋上封堵俄国 把目光转向日本 正因如此 甲午战争中 英国暗地里支持日本 正因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不认同新生的苏联 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被转让给日本 正因如此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和日本一直很暧昧 如果那一切都是历史 看看现实 外东北大约为一百万平方公里 比欧洲三巨头 英国 法国 德国加在一起 小一点 比整个东三省还大 东三省现在有一亿多人口 如果外东北在现在属于中国 按照类似的地理环境 容纳一亿人口没有任何问题 将大大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 那样的话 黑龙江流域将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后 第三大经济圈 如今在俄罗斯那里 基本上是空地 基本上白白浪费 一新 爱信绝罗家族最可耻的男人 第一号卖国贼 两刀割去了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没费一枪一弹 成功转移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引起的危机 还完成了彼得大帝时代的宏远 在远东地区得到了出海口 但是帝国吸血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时刻需要新鲜的血液 沙俄尝到如此巨大的甜头 没有理由停下脚步 沙皇有着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 横跨亚欧大陆的斯拉夫帝国 那玩意儿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 所谓斯拉夫帝国 就是把之前因为宗教问题分裂的 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 黑山 克罗地亚 马其顿 西斯拉夫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东斯拉夫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争合起来 如果搞成功的话 差不多相当于蒙古帝国在线 在所谓的斯拉夫帝国中 东方的目标很明确 除了黑龙江流域之外 就是新疆和蒙古 那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虽然看起来有成功的可能 但终究还是幻想 沙俄先打新疆的主意 被左宗棠阻击 这个后面再说 沙俄一直都在打蒙古的主意 就在将要成功之际 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没打完 十月革命来了 沙俄完蛋 苏联诞生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身子足灭 成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黄泉路上的难兄难弟 一心吞噬土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一辈子有两个想不到 一个想不到 是他自己会被刺杀 另一个想不到 就是他的帝国 会在革命火焰中烟消云散 如果世间存在因果轮回 对于如此伤害中国的 亚历山大二世而言 送他两个字 报应 或者说 活该 活该也好 报应也罢 那些都是后话 亚历山大二世 是不会像日后怎么样的 他想要的只是土地 虽然新疆和蒙古是远期目标 但是近期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近期目标是啥呢 外西北 在东边拿到领土之后 沙俄又找到大清 奸笑表态 咱们谈谈吧 谈谈咱们西部边境问题 清帝国心里一哆嗦 完了 又被无赖盯上了 此次 沙俄是有备而来 不仅狡猾 还有野蛮 外东北 离沙俄的心脏很远 而从西伯利亚出兵到新疆 并不是很遥远 见清帝国反应不太热烈 沙俄立马将兵风指向伊犁 当时清政府刚刚内斗完毕 慈禧和一新 刚刚赢得帝国的控制权 一新已经给鬼老下怕了 该国如此强横 若不早为完结 成孔酿成不可收拾之事 慈禧一拍大腿谈判 谈判的结果就是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 新疆外围的4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日本的领土被割走 那里如今属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基斯斯坦 那里有着丰富的矿产和石油 一新这个人虽然有才华 但是缺少几两股 和爱新觉罗家族早期那些强悍的男人 相差甚远 虽然领导了洋务运动 但对外被鬼老蹂躏 对内被年轻两岁的慈禧嫂子欺负 该 当然 这些条约的出发点都是中俄友好 都写着中俄友好 友好个你妹啊 一张历史清单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 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 前后20年的时间 好端端的大清帝国破败不堪 清帝国损失如下 因上帝主义之新教国家造成的损失 帝国政府直接钱财损失 对英国两次鸦片战争 赔款白银2900万两 对法国一次战争 赔款白银800万两 引英法抢劫圆明园的直接损失 是天文数字 帝国政府间接财富损失 管税问题让不造成的损失 难以计算 特别是走私鸦片造成的损失 永远是天文数字 帝国政府人员损失 第一次鸦片战争 和之后的鬼老欺人太甚 到光皇帝郁郁而终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皇帝郁郁而终 帝国精英部队 特别是僧格临近的蒙古铁器覆灭 导致政府对太平天国无能为力 日后沦为皮包公司 帝国国民损失 历次战争被抢劫 被炮火波及的财富 已经难以计算 英法两国在广州殖民统治四年 抢劫的财富难以计算 损失汇总 造成帝国尊严丧失 为摧毁帝国模型的第一步 因上帝主义之东正教国家 造成的损失 北沙俄趁火打劫 直接丧失领土 约1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外蒙古的面积 但远比外蒙古肥沃 蒙古的国土面积 在当今世界排在第十八位 中国从此失去了远东出海口 如果那些领土在中国手上 黑龙江入海口 如今或许会像珠江入海口 和长江入海口一样 繁华似锦 损失汇总 损害帝国的肢体 为摧毁帝国模型的第三步 因上帝主义中国化造成的损失 任何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损失的统计 都苍白无力 江南半壁江山民生凋敝 人口大幅度减缘 军费开支无数 军阀崛起 金融崩溃 流氓横行 强盗丛生 所有能想到的灾难应有尽有 而且还在继续中 损失汇总 动摇帝国根基 相当于摧毁帝国模型的第二步 这就是上帝东来的结果 这样一份清单 在历史上 在农业时代 足够摧毁绝大多数帝国 但是中华帝国不同 它的抗打击能力绝无仅有 它或许是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不可能完全被外部武力摧毁的帝国 因为它的核心是中华文明 在农耕时代取得过独一无二的辉煌 哪怕是历史周期律第四层悄然运转 中华文明也不会被任何已知的文明征服 上帝主义也好 其他思潮也罢 如果无法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内部 结果只有失败 但中华帝国模型最后还是解体了 上帝主义之后 另外的致命一击来自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需要了解另外一个问题 谁来拯救帝国 答案很明显 帝国的使徒们 他们是慈禧太后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以及大大小小的满汉官吏和将士 他们为了帝国呕心沥血 破灭了各种叛乱和危机 赢得了一个和平环境 但天意弄人 他们的行为造成帝国不可逆转的危机 破坏力不下于上帝主义东来 他们绝对不想如此 但就是导致了如此结果 不可预测的天意 冥冥之中注定的命数 都不是 答案在别处 容我慢慢到来